近日越南发生针对外国企业和人员的严重暴力事件 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天表示 自今年5月13号起 越南多地发生打砸抢烧外国企业的严重暴力事件 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破坏了中越交流与合作的气氛和条件 为此中方从即日起 以提升中国公民赴越旅游安全提示级别 调整为暂物前往 并暂停部分双边交往计划 中方将是形势发展 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